全球海運獲利大爆發 國內龍頭長榮傳出年中均發40個月 不過有基層船員跳出來爆內幕 他們是完全在船上工作者 是完全沒有年中的 並不是像後面講的是40個月這樣 他們一毛都沒有 2021年據說有多數長榮海運員工 年中獎金都拿到比預期高的數字 不過在外第一線的海情人員 卻因為合約關係年中竟然掛鴨蛋 基層船員投訴入航超過10年 每次出海就是一個月 24小時都待在船上 以月薪9萬來計算 等於時薪才125元 卻因為是雇佣契約制無法領年中 疫情期間他們一次上船就要7個月 然後不能對外 沒有辦法對外面聯繫 因為沒有受訓 所以他們的生活作息 就是工作工作跟工作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到了一個國家 也都不能下船 所以感覺就是一個海上監獄的感覺 船員因為工作性質特殊 工時長 下船後休息時間也很長 很難以一般勞工基準看待 因此特別訂立船員法 不論薪水津貼 家籍以及年終多少 通通都會在簽約時就訂在契約上 但受到疫情影響多數船員長達7個月都待在船上 對此長榮海運也回應所有薪資都是符合規定 也考量海勤同仁的辛勞 每月加發防疫津貼